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几滴白醋 浸泡20分钟 20分钟后将鸡蛋搓起干净 白醋可以软化鸡蛋壳表皮的污渍 还可以软化鸡蛋壳 洗干净以后将鸡蛋放入砂锅里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和几滴白醋 盖上盖子 打火煮10分钟左右 时间到将鸡蛋取出来过一遍凉水 这样做可以更好更快的去壳 然后拿起两个鸡蛋互相摩擦一会儿 凉水泡过后鸡蛋会非常的好剥 而且鸡蛋非常的滑嫩 煮出来的鸡蛋一点都不会破裂 看一下鸡蛋里面已经完全熟透了 下次记得煮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白醋 这个煮鸡蛋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跟着大叔学做菜让家人开心过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